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五百三十一节 工业区就没有干净整洁的,尤其是大唐这种最初级的工业区,筛选出来的废矿是堆了满山脚 汉原之说,也只是相对于富饶的平原,这里的工地其实也能耕作,只不过在丰富的工业利润面前,人们都选择了忽视,包括最睿智的君王和宰相 露天的煤渣堆上,十几个黑乎乎的孩子贴着篮子在捡食煤渣,这一幕云叶也很熟悉 这活儿自己也干过,煤渣烧起来很好用,煤烟少,火力旺,但是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很容易煤烟中毒 不知道这些孩子知不知道这煤渣的这个特性 观中人能烧草就绝对不会烧柴,能烧煤就绝对不会去砍树 如果没有盖房子之类,必须要树木做船子,林子,他们绝对不会去碰任何一棵树 可就是这样的节俭,经过千百年的人口繁衍,关中的好多山头还是不可避免的变秃了 黄河这条恶龙也终于开始露出自己猙獰的面目 现在关中开始烧煤炭了,人口也开始逐渐往镇边转移 不知道这样的举措能不能暂缓一下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呢 远古的风日复一日的把黄土从远处搬来,形成了厚重的黄土 云叶不希望河流再把他们带走,不是伤感而是云叶喝醉了 那些热情的关中汉子在遇到尊贵的侯爷之后,总会爆发令人发指的热情 没有烈警,只有关中人自己酿的愁酒 这东西喝了一碗两碗解渴,三碗四碗胀肚,五碗六碗 必须要上厕所,江湖们的厕所不赶进 只好站在荒草漆漆的汉原上,痛痛快快的放水 把水放掉,酒精便被留在身体里 哪怕酒的度数再低,喝多了也会醉 天地旋转的云叶强忍着不让自己扑在尿水里 仰面朝天,向后倒去 这一瞬间,他发现汉原的天空还是像蓝宝石一样的清澈 愁酒喝醉了,第二天醒来头不疼 这算是一个好现象 侯爷,您答应他们在这里修建一座学堂 刘进宝一边侧候着云叶洗脸 一边向他报告昨日酒醉后说过的一些话 啊,这就好,建一所学堂,惠儿不费 盖几间房子,请两位先生就好,不费事 女孩说最好能让工厂掏钱 名字叫子弟小学 这样工厂不但要养活大家 连孩子都要帮着大家养 这么划算的事情一定要做 云叶垂垂脑袋 昨晚看样子真的是喝醉了 怎么连这种挖国家墙角的话都说出来了呢 有失身份,有失身份呢 你还说朝堂上的全是一群蠢猪 失位其上,批拥不顶 白白的浪费国堂 实在是人间大害 国之蛀虫 应该全部让位于侯爷这样的人才 这话没错呀 就是在朝堂我也敢这么说 那些人已经被百姓们骂得出口不如了 多我一个也不是问题 呃,那个谁不就是站在猪雀大街上开骂的吗 陛下还让官员记录了人家骂的话 最后因为骂得好 还赏赐了好些个银笔 您最后说 工匠们在工地空地里种的粮食 千万不敢自己吃 因为这里脏 粮食不干净 用水都洗不掉 吃多了会把人吃出毛病 最好把这些粮食卖到长安城里去 换些干净能吃的回来 您还说 城里人命硬 一两二两毒药一般毒不死 正在喝粥的云叶差点把粥喷出去 放下粥碗 诧异的问刘进宝 你家侯爷我真这么说了 这好像不是我的为人呢 刘进宝有点不好意思的 扭着手指不回答 看样子 他也为侯爷昨日的失态感到羞愧 云叶喝完粥 上去给了刘进宝两脚 我这个做主人的都没有不好意思 你一个吓人害什么骚啊 真是不知所谓 连续三天把时间耗在了钢厂 从选矿到冶炼都看了一遍 在和书院的先生们合计过之后啊 由老周执笔开始写评估报告 老周不知道怎么写 云叶就把格式告诉了他 无非就是现在的产量 预期产量 设备运行到最高峰时呢 会有多少产量 说白了就是一张不负责任的吹牛报告 非常的简单呢 只要把钢厂三日产钢最高峰的时期的产量 简单的乘以三六五就行了 比如说一个人十秒能跑一百米 云叶要做的就是说这个人一千秒可以跑一万米 有根有据 数学演算上也是合理的 找不出漏洞来 想要在云叶的报告里找漏洞 那就需要比云叶聪明 但现在这种人在大唐 那几乎看不见 所以云叶就能愉快的享受高智商带来的欢乐 这个报告啊 是给长孙无忌看的 云叶可以打包票 长孙无忌看到这个报告 一定会时不安寝 睡不安枕 长孙家的冶炼规模 比起朝廷的作坊 差得太远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规模的效应 产品的数量越多 成本就越低 也就具有竞争力 只要大唐铺满了朝廷的铁器 长孙家的铁器 只能放在仓库里生锈 一来朝廷的信誉 不是长孙家能够媲美的 李二的信誉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维护 已经变成泰山实感当了 说是好东西 那就一定会是好东西 二来呢 云叶只要把卖铁器的牌子 挂得比长孙家早一天 那就该说自己是老牌子 别人家的都是新手 完全不值得信任 老周已经充分认识到了 自己和侯爷之间的差距 难怪大家都一样的练钢 自己家练了三百年 还赶不上云侯练三年的 难怪人家是从三品的侯爷 自己是正七品的教授 首先认识上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一个胆子大到了 不要命敢胡吹的人 你凭什么不服气 兵器作坊也在汉原 李二原来打算用城墙把这里圈起来 但是考虑到汉原上的工厂区域还会扩大 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只是让府兵严密的封锁了事 横刀的制作已经完全的流水化生产了 从刚开始的刀劈打制 一直到脆火回炉都严格的遵守着相应的程序 136道工艺 缺一不可 横刀的打制非常的繁琐 首先要打造两块硬钢 采用折叠的方法打造 打造时温度控制在750至800度之间 折叠次数15次左右 有32768层 然后把两块有32768层的硬钢和一块软钢夹在一起 加热到1300度左右 断打使三块钢变成一块钢 然后延长到刀的基本形状 这时因为钢刀曾经加热到过1300度 这表面已经脱碳了 硬度变小 这时还要经过渗碳处理 使表面的硬度加强 云叶站在脆火匠人身后 亲眼看着他如何操作 横刀的硬度要求是硬包软 这个工艺云叶没见过 听说早就失传了 眼睁睁的看着匠人 从各个葫芦里倒出了各种动物的尿液 用它来霍泥 然后从厚到薄一一覆盖上 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泥土 刀刃部分几乎是看不到泥土 放在淡蓝色的火焰里断烧 直到刀身全部完全变红了 就竖直挂在架子上 那里是通风口 云叶看着刀身从通红变成暗红 最后变得乌黑 虽然现场的气味难闻 但是云叶坚持着看完了全部过程 因为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学习不可不认真 这是李刚和泰山老人一致的要求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糖砖 制作冰刃的大将捧着一把横刀走了过来 这是一把朴实无华的冰刃 整把刀看起来就是一根扁扁的红木杖 只有按下了崩凰 一抹寒光才会从红木杖里窜出来 不管工匠如何装饰这把刀 依然改变不了他冷兵器霸主的本色 缓缓抽出这把刀 看着发按的刀身 拿手指轻轻弹一下 立刻就有龙吟之声传出 刀身上硬衬的寒光 好像会流动一样 从刀柄一下子就晃到了刀尖 最后消失 云叶喜欢这样看刀 虽然那么寒光 其实就是从顶棚缝隙里穿下的阳光 会流动也不过是云叶晃动了横刀的缘故 他总觉得这样才能显示 这是一把富有灵性的冰刃 在皇宫里看到了鱼长剑 也看到了所谓的战炉 样子粗笨不堪 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青铜兵刃 一不小心掉在地上 那就帮了一个缺口 害得自己被长孙罚战了整整一个时辰 李二知道了 抱着自己的战炉剑就像抱着尸首 伤痛了很久 路过罚战的云猴的时候 还在他的屁股上狠狠的踢了一脚 生疼了 再后来呢 放在李二演武堂的那两把剑就看不见了 不但那两把不见了 李二收集的另外几把 听说非常有名的宝剑也不见了 只剩下了马朔 流行锤 链架 杖二长的末刀 这些云叶绝对是不会去碰的东西 云叶如果想要给大唐兵刃制造业 给些建议的话 那纯粹就是孔夫子门前念书 关公面前耍大刀 据云叶所知 大唐的冷兵器制造业 是后世都无法比拟的 所以来到兵器作坊 云叶只能建议大家试试流水线工作坊 至于别的 他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教导这些 能把冷兵器制作到巅峰的大师们 没有可以建议的 那么就竭尽全力的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比如孩子上学问题 把粮食卖到京城的事宜了 能不能在这里开一个小集市了 最好呢 能告诉朝廷 帮自己把房子盖起来 茅草顶的房子 在冬天在汉原上太冷了 一招全在手 便把令来行 云叶对于权力的解读就是这样 这东西经常在很多人手里传来传去的 想要永远抓在手里 这不可能 既然现在啊 到了老子的手里 不用一下 清差大臣的权力 那怎么行 公书牧这几天一直闲着没事 作为大唐著名的闲散人员 老家伙对于云叶想要在汉原上建一座庞大的工人新村 是非常的感兴趣 既然云叶都不在乎建这座新村的花销 公书牧作为一个伟大的建筑师 就更加的不在乎了 静河上游 离工厂足足三里地的地方 就是一个好的选择 地势平坦 最重要的是在上风位 在工人新村上游 由于紧靠着山林 不可能再建造什么工厂了 选择这里呢 就是考虑到 不让这些工匠被自己工厂里排出来的毒气所伤 当计划书拿给这些工厂的管事们看的时候 云叶才知道 真正的土豪原来就在这些人中间呢 他们对云叶谨慎的资金数目嗤之以鼻 对简陋的二层小楼嗤之以鼻 他们甚至共同对云叶看不起工业区财力的行为 表示了愤怒 在工业区做官 注定了他们只能在这个体系里升迁了 升到最高的位置就是江作间大将 而且呢 都是江作世家出来的人物 他们对江户 并没有多少提示 有几个管事的祖上 也是江户出身 盖房子这种事情 他们也很熟练 之所以以前不敢 那是因为身份卑微 不敢提出来 哪怕有钱也不敢说 既然现在有一个大头跳出来给江户们盖房子 而且只收成本价 哎 这就让大家都开心了 反正云叶要求给江户们盖房子的奏折还在回长安的路上 工业区里的所有管事们已经坐在一起讨论修建新村花园的时候用汉白玉是不是为智了 水泥这种东西啊 每个作坊里都有库存 石头 那山里面多的是 作为江户会从山里弄不来石头吗 附近山林不能砍 但是深山里找些合适的砍下来 扔河里飘出来 还是没问题的 这事连皇帝陛下都不必问了 他们不缺钱 不缺人手 就缺一套同意修造的文术 对于云叶的岳祖戴袍 江座监公部的官员呢 是非常的愤怒 自古以来 江户们就是被奴役的对象 他们的地位几乎等同于贱民 不安于土地者就是最大的原罪 云叶的奏折才到三省 就被人家啊 披补的是体无完肤 只要能说话的官员都在指责云叶这种 说风就是雨的 愚蠢行径 江户们需要到处做工 据无定所 宛如飘平 今日在长安做工 明日说不定就要去洛阳 如果高丽战事爆发 他们还需要随军征战 给他们一个不切实的家 完全没有必要 体制内这种建议根本就走不通 如果这事情能够轻易的完成 那些工业区的管事自己也想住的好一些 那早就开始做了 就是这样 你有钱都不行 你有材料也不行 回绝的理由冰冷而可笑 无稽之谈 云叶翻着自己的奏折 上面被人家批阅的惨不忍睹 连语法的错误都被挑出来耻笑一番 最后不知道是哪个脑子抽风的家伙 居然在上面写了大大的无稽之谈四个字 这下子就把云叶气得蹊跷冒烟了 工业区的这些大小拐事如丧烤笔 低下头不作声 有的呢还眼面哭泣 不管自己立下多少功劳 在那些官员的眼睛里 他们依然是贱民 当初确定了工业区的时候 云叶就已经把仇恨的种子埋下了 他在协助李泰确定了工业区的管理人员的时候 江座监那些不做工 工部那些不管事的人员 都被他嘻嘻哈哈的用大脚给开了出去 所以啊 人家现在不给面子 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看那四个字的笔记 不像是房玄灵的 杜如回管的从来都是军事 那自然也不可能是他 这四个字写的时候 这人显然是充满了愤怒 铁钩银化 力透纸位 除了严利德那个家伙 别人写不出来 看着这四个字 云叶很想把它裁下来 重新装表一番 犹豫了很久 才打消了这个没出去的想法 围在云叶身边的四个屋里司马 也愤愤不平 这些天随着云叶将这里的 一十七家作坊啊 看了一个遍 对这些匠户有了新的认知 就是这些卑微的 如同荒草一样的匠人 用他们的双手打造出了 大唐的无敌雄师 这样的人得不到善待 实在是天理难容啊 不说别的 光看着那些匠户们拉铁丝 制作金丝甲 练甲就知道 自己的身上 这身装备来之不易 匠户的双手 粗糙不说 早就变形了 大拇指出奇的粗大 滚烫的铁丝 他们捏在手里 居然不知道烫手 趁着铁丝还有温度 迅速的在铁棍上 敲出一个个的小圆环 如果这些事情 是一位老匠人也就罢了 偏偏是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 小小年纪 就有这样的一双手 不知道是吃了多少苦啊 踢什么草 好什么草 原本打算随便给江户们 修一个住的地方就算了 现在 老子还不随便修了 当初这些工厂 都有云家的份子 我这些年 从来没用过 也没取过 现在 还给我 老子要在汉园上 修一座侯府 要大的 要豪华 里面 给我留一间房子就好 剩下的 继续盖 老子想盖侯府 总不需要 给那些个王八蛋 打招呼吧 盖好之后 我一个铜板 一套房子 卖给你们 老子喜欢败家 那又如何 反正我是长安城 出了名的败家子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